名偶封雲匯 印譚與老旁 封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聽 收聽封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封雲匯和本人陶傑 和鮑偉聰的Patreon 感謝各位陸續加入 這幾天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取消器官捐贈登記 問題突然爆發 醫護衛生署公佈了 所謂白狀無效取消登記 這些白狀根本沒有登記過 但無緣無故進去取消 這就增加了醫護衛生署的工作負擔 特首李家超 出現譴責 當然了 現在這個社會 這麼大的撕裂 這麼大的政治 情緒化等等 不能排除 確實有極少數人 在網絡上 叫人們把 捐贈器官或捐血 當作一種政治工具 應該 這是很不幸的 因為幾十年來都沒有這樣的事 尤其是 這個叫做器官捐贈 如果多了整個中國大陸做後盾 應該就是 香港人將來移植器官 是更加容易 但是 你也知道 很多種種網絡的負面新聞 是關於器官移植 對大陸都很不利 所以就會引致 這些無端端的紛爭 陶先生 我就覺得 李家超 有些小題大作 其實網絡的惡作劇 是每天都有的 很多的假新聞 或者是一些 惡作劇的搞笑 都有 在網絡上面 如果李家超 將這些取消器官的情況 已經馬上歸類為 可能是破壞行徑 以及要求警方調查 有沒有違法行為等等 我覺得他有些就誇張了 還有 如果他這樣做 是會令到一些 真的想捐贈器官的人 反而卻步 因為願意捐贈 和他取消捐贈 每個人都有很多的考慮 和原因 可能他決定的時候 是一個個人決定 怎料回去 就被爸爸媽媽罵 或者被老婆嚇 他最後就取消 如果這樣 一個決定 都要遭受到警方調查 那你試想一下 如果有人 這一刻他都想捐贈器官 但是見到李家超這樣說 真的會害怕 如果將來取消的時候 會不會有警方上門呢 我覺得李家超所說的 反而是令到捐贈器官的人 減少了 不用惡作劇 他說完之後 有些人就不想捐贈器官 我反而會擔心 陶先生 這幾天 突然香港特區政府的 醫務衛生署公佈 近五個月 總共有5,785宗 取消登記器官移籍捐贈的申請 只不過其中 是超過一半 大概有2,900宗的申請者 就從來未曾登記 那就是說 有少數人 那個意思就是說 無端端登入去那個明冊那裡 去混吉 以及增加行政人員的負擔 並對此予以譴責 但是同期錄得 就超過5,091宗的新登記 比正取消的2,880宗 就多了77% 既然是這樣 其實你在帳目那裡錄得 是正增長 那又不知道有些什麼很譴責呢 那可能其中確實有2,900人 那個申請者 他沒有登記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又上載到 這個醫務衛生署 捐贈器官的網頁那裡 是去取消的 在這方面 醫務衛生署 似乎應該加派人手 去改善 那個網頁 和Online方面 這些這樣的安排 當然 現在讓你吵一吵 打草驚蛇 就或者真是可能 是會經到網絡的一些 抗爭的人士 或者留下在香港那些 就去借這個登記 遺席 捐贈這個器官 來進行某種政治嬉器 如果真的這樣 當然是比較令人遺憾 是吧 如果你捐也好 不捐也好 最重要是有一個態度 是吧 醫務衛生署 很多前線官員 都非常辛苦 對嗎 不要搞搞震 好嗎 這件事 鮑威聰先生 你怎麼看 整件事都有點離奇 突然爆發出來 醫務衛生署就說 有人歪曲器官捐贈的利他奉獻精神 那那個人是什麼人呢 他又沒有說 這一點就令到人覺得 好像有些叫做 事先將羊肉蓋離章 這樣 那因為整件事本來 就沒有成事的 因為呢 政府只是想 建立一個叫做跨境的器官移植 互助機制 那這個原則呢 就是說 如果 兩地的器官捐贈 配對不到 合適病人之後呢 其實才會 跟所謂鄰近地區 就是中國 或者香港 就啟動這個機制 就把器官跨境捐贈做配對 那這個都只不過是 在探討這個可能性 那究竟 就是取消那二千多人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沒有辦法證實的 可能他以為自己簽了器官捐贈卡又不定 又或者是惡作劇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 現在這樣去定性為 是有人歪曲器官捐贈的利他精神呢 你沒有證據 又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人 突然間好像整個稻草人出來 自己狂吐的稻草人 那我就覺得整件事呢 就有點奇怪了 你說得對 因為無端端你是風聲鶴雷 是不是因為受了目前 現在香港特區那種怪異的氣氛影響 因為你也知道如果是願意登記 是捐贈器官 答應移植的人呢 我相信必定是有這麼長的年齡 包括一些四五十歲的人士 又或者 林老他覺得不久於人世的高齡長者 OK 應該由以後面那些高齡人士 佔了居多 因為到人更年齡的黃昏 可能他的人生境界 對於生死之間 宗教理念 有一些非常高超的領悟 但是這個年齡 即是那些高齡的人士 其實他們使用網頁 或者用這個叫鍵盤 手提電話 或者電腦 往往是比較笨拙的 所以有些人 他沒有登記 但是以為自己登記了 包括一些有可能 患上早年老人癡呆 也就是腦退化的人士 有一些這樣的烏龍 我覺得完全是不奇怪 尤其是近年 這三年 這個叫COVID 動態清零 很多長者 或者那些成年人 都困住在家裡 困住在家裡 那他胡思亂想 有可能他記錯了自己 曾經答應過去移植器官 後來他清醒了 於是又主動走去網頁 那裡馬上隨便 宣佈退出 原來他其實根本從未登記過 這個醫務衛生署 是沒有足夠的證據之下 即刻把這件事上綱上線 為政治方面 有些人去醜化 這個叫做器官移植 這些網絡上的別有用心 那你怎知道這些是別有用心 會不會是網頁的 電子設計的技術錯誤呢 會不會太過早下結論呢 那既然你的正數 你都覺得是有增長 那又何需要這麼恐懼呢 證明很多市民真是踴躍 仍然是捐贈器官 是吧 至於你現在突然間 是一種這麼負面 近乎發爛炸的那種 那種應對 就似乎令人奇怪了 因為其實這個叫做移植器官 種種的捐贈 本來就不是問題的 因為這個自從林鄭推出 這個叫做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我們知道香港將來就會有很多人 是被引誘或者是被鼓勵 移居去大灣區 那整個大灣區來講 整個廣東省幾乎的人口有1億日 至於你說的器官移植配對 那個Pool是大了很多很多 那所以其實對於香港病人 就是深圳、河以南 這730萬香港人 他們的器官移植的前景是十分之有利的 如果特區政府在正面宣傳這件事 那相信就會有很多人願意 是加入這個叫做器官移植的登記 就不是令到醫務衛生署現在杯弓蛇影 疑神疑鬼 突然間有一幫人 就退出 然後就發現他們沒有登記過 那再加上全部 總共有7000多人 是退出這個叫登記 所以就令到醫務衛生署 立刻由陰謀論去想 就是覺得有人破壞 有人是唱衰 有人是企圖去破壞 香港或者中國叫做器官國家安全 是不是就是這樣 你現在這樣吵一吵 將它政治大陸 或者叫做上綱上線 變成一個叫做政治化 那又不是這樣看的 可能被你弄到弄假成真 增加香港一些極端的人士 對於捐贈器官的反感 是不是 陶先生 其實我同意 因為整件捐贈器官的事 你都說了 其實中國人的傳統思想 對於捐贈器官都不太接受 但是隨著香港其實比較西化 還有很多的宣傳之後 很多人就算年輕 都會簽訂這些捐贈器官卡 因為一旦如果遇到意外的時候 可以爭取器官可以捐贈的時間 不用等親屬 或者任何他的直系親屬同意去捐贈 所以其實現在香港已經比中國大陸 那個捐贈器官率是高很多的 因為如果根據一些數字 國際器官捐贈的移植登記組織 過去十年 香港的遺體器官捐贈率 是大約由7.22%一路放緩 但是不要理會 它依然是高於中國內地的3.63% 差不多雙倍 雖然現在香港已經跌到4.66% 但是依然高於中國 本來香港是一直都慢慢接受的 現在你用一個這樣的定性 說它好像挑撥中國和香港兩個地方之間的矛盾 就令到有些人對於這件事 容易有些誤解 就以為現在我捐贈器官一定會回到大陸 因為人很怪的 就是它未必說真的要搞得很清楚那些這樣的細節 道聽途說它可能就會卻步 這種情況就未必有利於器官捐贈這件事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可能國安要查 醫務衛生署裏面有沒有一些臥底 這些是高級客來的 陶先生 即是說 本來這件事就說到好像很道德高地 其實要血濃於水 但實際上反而是我們稱為discourage 令到人對器官捐贈有了疑慮 甚至有些混亂 擔心 令到那個捐贈率可能會降低 陶先生會不會呢 沒錯 最近可能真的發生一些連處的怪事 就令到大陸這個政治名詞 叫做高級客低級紅 進入了香港特區的視野 因為這個不久之前公共圖書館的禁書風波 就突然間親中喉舌的亞洲周刊 就登出一篇文章 就指揭說香港公共圖書館裡面 是可能有別有用心之圖 在公務員系統之內 是透過這個叫做高級客低級紅 是故意破壞香港形象 是不是 這個香港的這本其實都頗有權威 也可以代表中方一個非常重要的意見 在亞洲周刊那裡說的 故意破壞香港形象 就聲稱這個大陸叫做低級紅 或者叫做高級黑 開始香港是有人是學到這一招的 所以你剛才說的 這個叫做醫務衛生處 突然間將這些東西去政治化 都令到我很奇怪 首先這些器官有人喜歡捐 有人是登記了之後想想不妥 於是就決定退出 也都有人以為自己登記了 於是擺烏龍 你也知道這兩三年 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衛生處宣佈的 患上這個叫做新冠狀病毒 其中一個後遺症 就是叫做腦冒症 叫做fog brain 就是腦冒症 就是腦冒症 就是這個新冠狀病毒曾經感染過 是兩條紅線 在後遺症 這個叫做腦冒症 出現一些記憶的失調 或者認知的錯誤 所以不能排除 那些是沒有登記過 但是就以為自己登記了 有無端端上載去退出的人 可能有若肝比例 是腦冒症的後遺症的病人 但是現在無端端就上升到 在這個叫做國安的層次 別有用心者 在這裡宣傳叫那些人 不要登記器官 是不是 這個不要登記器官移植 很多人都沒有想到這件事 就是你現在去撥出來 對不對 我明明香港大學生會出版的 《香港民族論》 在六、七年前 在香港三年書店的一樓 我自己看到放在當眼處 無端端你說這本書 在這裡是煽動港獨 或者成為香港獨立的理論根據 那就是不港獨 都被你全香港搞到港獨 對不對 這些事 耳熟能長 你現在突然間又是 公共圖書館那裡 終於引起一些親中人士 一些想一想 可能不對 會不會裡面有鬼 連這個叫做劉兆佳都說 會不會是過度嚴格 這個叫做高級黑 低級紅 這些這樣的伎倆 是不是開始進入了香港呢 所以這樣的器官 有人登記 有人 這個叫做退出 有什麼大驚小怪 是不是 你的醫務衛生署 和特區政府 現在應該重點宣傳 叫做一小時的香港生活圈 大灣區裡面 也都包含一小時的器官移植圈 也都包含一個叫做一小時的生死圈 是不是 生死時間 你原來是可以透過 趕快 這個叫做高鐵 把一個器官 運上去 或者從那邊運下來 再加上現在 有一個器官移植的專家 奴重謀 和特區市民把關 照計 這個叫做器官移植 擁有的前景 非常光明 退一萬步 你現在的網頁 確實是有一個給別人退出登記 那個欄目 是不是 等於你是香港有線電視 那個訂閱的網站 你當初說明 別人訂閱 給開會費 年費 你可以隨時退出 你現在說到好像 只能夠登記進入 就不能夠退出 一退出 就是別有用心 或受到外面別有用心的人的挑撥 就是破壞你那個大愛包容的形象 你已經假設了很多登出 或者叫做退出 這個器官移植的香港人 他們是很愚昧的 他們是很容易被人潑的 是吧 很容易聽訊外面 他所說的叫做極少數 既然是極少數有什麼影響 是吧 陶先生 不過這麼說 因為事源去年12月 有一宗破天荒的器官移植 在香港發生 可能你都聽過的了 就是有一個四個月的女嬰 因為她的心臟衰竭 於是乎 醫管局向醫務衛生局申請 就安排一個大陸的嬰兒心臟 來到香港進行心臟移植手術 最後是成功移植的 當時就引起一些爭議 因為一直以來 就是香港的特區政府 或者甚至以往 97年之前 對於中國的器官來香港 是很避忌的 甚至是拒絕 在2016年都試過 曾經拒絕過一次 這些器官的移植 當時的理由 就說那個器官的質素 是擔心的 因為當時有一個中大學生 患上心肌炎 就安排了一個廣州的心臟進行移植 但是心臟的質素問題就煞停 有人就會質疑其實會不會 不是質素問題 是擔心來源問題 或者背後的所謂醫學倫理道德問題 因為其實在西方的報導裡面 對於中國的器官移植 一直都有很多質疑 以及覺得裡面有一些利益的交換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幾十年來聽不少 達官貴人 有錢人 回中國大陸換神 換肝 這些故事 全部都是有價有市的 但是西方倫理 對於器官移植 如果牽涉到利益交換 甚至你知道了捐贈者是誰 其實都有問題的 所以兩個社會制度不同之下 香港一直對於這些器官移植 是採取一個很保守的態度 但是去年12月這次女嬰的移植的理由 就是這樣去批准 有人質疑 就是說中國大陸14億人 當然全部不是小孩子 但是為什麼這個女嬰的心臟 在中國大陸裡面是沒有需求的呢 就是難道中國大陸沒有其他的女嬰 有心機嫌 也都沒有適合的所謂捐贈對象呢 而為什麼這個心臟 是會這麼巧合得這麼巧 是適合香港的其中一個女嬰去使用呢 我不排除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唯一的適合者 但是有人質疑 因為十幾億人裡面 全國大江南北都沒有適合的 要捐到香港 背後有沒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所謂原因呢 這一點就有人質疑到 將來如果牽涉到兩地的器官的捐贈的時候 會不會出現了這些這樣的問題 所以當時是引起一些爭議 所以令到有些人對於器官捐贈 開始有些保留甚至有些誤解 我不知道那件事會不會影響到現在有人退出 但是都是好像你這樣說 你沒有辦法去證明那2900人 退出的原因是什麼 而你說有人去抹黑這個捐贈機制 那你不如說出來 究竟那個人是什麼人 如果是網絡的 你甚至可以去開他的名字 那這些為什麼不做呢 那這一點就是整件事 覺得是有可疑的地方 那你就是說這個四個月大的女英 去年12月成功接受大陸的遺體捐贈 完成換心手術 是巧合得 是令人覺得很難自信 是嗎 有人懷疑 就是覺得中國大陸為什麼 正常是供應給中國大陸裡面的需要先的 那這些捐贈機會 而是香港這位四個月大的女英 是可以得到這個心臟呢 那個原理是什麼呢 那個priority 我意思是說 或者那個機制 或者那個protocol 說英文了 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一點呢 有人會質疑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利益 哦 這樣 那這個很難的 首先是12億人的鋪 鋪這麼大 當然呢 我覺得就算你現在 完成一個叫做中港兩地的器官移植的機制 應該就是香港的器官不夠 而呢 大陸有14億人呢 是可以無限支持 所以呢 將來如果這個叫做中港兩地 跨境的器官移植的機制成立呢 應該是香港享受非常之巨大的順差的 這個呢 也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怎麼會強大的祖國是香港的靠山呢 特別是加入這個叫做大灣區之後 可以說的前景是非常之光明 我們也知道了 愛國富商曾憲子 就其中是一個非常之勇敢的先行者 是吧 他移植了他的器官 接著也活了很多年 產這幫泛民呢 一樣是非常之有中氣 是吧 但是呢 這件事如果拿來衛生署 這個叫做大量超過7000宗是退出 這個呢 你這樣就將它政治化 是指為有人在處搞鬼 是吧 有人在處擾亂中央明察 還有增加政府人員行政負擔 這個理由更加好笑 政府人員的行政負擔 怎樣是為之合理增加呢 比如說在這個叫做沙士期間 你這個香港醫務衛生署 你都沒有辦法向廣東省那個衛生廳 拿到真正的數據 根據你現在就說 省港那時候有一個通報機制 你這個醫務衛生署 那時候就沙士問題 沒有辦法向廣東省衛生廳 拿到正確的數據 夠增加了香港的醫務衛 醫務當局 和這些醫生護士的行政負擔 增加了生命負擔 謝苑文等多名醫生就死了 對不對 政府人員的行政負擔 怎樣是不能增加的嗎 一有天災人禍 不知道增加了多少 是不是 加利大廈大火 三十年前 那時候 消防署突然增加多少 行政負擔 還有精神壓力 是不是有什麼好投訴 再加上你的網站 根本是可加可減 可進可退 是不是 你用什麼這麼杯弓蛇影 對不對 對 難聽說 我們經常說的 你份量是包起來的 無論你做得快做得慢 對方也沒辦法 但是 既然你有得取消的 任何市民上去取消 這些都是天經地義 好笑 這就是最簡單的道理 大哥 你最近發現一些 不是那麼尋常的 取消登記的申請 請市民 是跟政府合作 有必要的時候 你就登記 如果沒有必要 就不要退出 是吧 應該是這樣 以前 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時候 這些部門 是去呼籲市民合作 用一些正面的語氣 因為現在不是每次都大給他們 屠殺 如果等於這些人去急症室 如果將來去急症室 會不會被指為蓄意癱瘓政府的醫療系統呢 會不會去到的時候 你又懷疑你是在煽動香港人去急症室 因為等得太久 是的 於是對政府引起爭恨 因為你去急症室的時候 你會增加了其他人的等候時間 會不會這樣說呢 是吧 原理一樣的 市民的交稅 它就有這樣的權利 是的 當然 現在尤其是COVID之後 對嗎 頭暈申慶 香港18區很多老人家 打個黑痴都喜歡打999 叫白車的 叫得白車 是不是蓄意增加政府人員的行政負擔 是擾亂白車工作人員的工作時序 以及急症室的正常處理急症的方式 你又譴責了一份 是吧 每天你問一下那些白車 那些醫護人員 是吧 你救那些人上來 十宗裡面有多少宗 他們內心認為是濫用的 有沒有譴責過 他們要不要譴責 是吧 你現在不過 是吧 數千宗 你覺得從未登記 然後就發神秘 就說要推出登記幾千宗 然後你就譴責 是吧 然後你就把整個中港的器官移籍 和捐贈的問題再次暴露出來 給網絡的人去討論 或者去攻擊 請問又是何居心呢 是吧 沒錯 你說別人別有用心 是吧 沒錯 很正常 你自己也說的 算是吧 算是那條總數呢 是加入登記的人 是多過退出 如果減了那幾千宗 是他認為灰色地帶有問題的退出之外 既然這樣就天下本無事 那拿出來容人自擾 又吵吵什麼呢 氣官捐贈的事呢 都是很崇高的一個道德 我相信願意捐贈的人 都不會在意究竟那個人身處何方 或者是他的國籍 如果這樣的人呢 我覺得他是不會氣官捐贈的 因為這一點呢 我相信 願意簽這張卡的人呢 他一定是 即是有一種叫做無私的心 所以現在你將這些取消的人也好 或者是 無原因地再登入的人也好 這些全部呢 你都不可以一定說他是 什麼挑撥中港啊 那些這樣的原因 其他有些人可能真的有原因地取消的 可能真是身邊的另一半 或者是父母的壓力 你就將他呢 歸類為這些這樣的煽動的人 其實都是不公平的 因為取消的原因 第一 我可以不告訴你 這是私隱 第二 我是有權加入也有權取消的 這是我基本的權利 是吧 但是現在可能那2900人裏面 我真的 對一百步說 有二千多人都是惡作的 但是可能有幾百人 他真的有原因地要退出 但是現在你就將所有人 歸類為這些這樣的煽動 或者挑撥 那其實是不是對於真正 有原因退出的人 是不公平的呢 是不是 陶先生 那這些總之是 搞到氣氛有時非常緊張 是不是 所以就連結到公共圖書館 一棍橫掃 要這麼多這些書 和這麼多這些作者落架 就被人查出原來在大陸 廣州、上海、北京的圖書館 照樣又收藏這些所謂問題人物的書籍 那就馬上被阿周周罕質疑 是不是 是裏面有鬼 是不是 所以現在 古古怪怪發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告訴你 是吧 自從這個叫做美國德州 這個叫做姓梁 的愛國權領 梁成運 梁成運 突然間 是被中國方面拘捕了 然後判處無期徒刑 這個叫做梁成運現象 會不會在香港 是出現一些幻影 和出現一些類似的個案呢 就是標誌著 這個叫做港版國安法 進入一個更加複雜 和更加曖昧的時期 是吧 嗯 沒錯 沒有辦法 這些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特區政府求人得人 很多事情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或者收看《風雲局》 我們下次節目時段再會 多謝大家支持 下一集再會 《風雲局》 在2023年1月 正式成立為YouTube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匯》 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 專為會員而設的影片 現內容是專為 《風雲匯》會員 度身訂造 和大家講一些 陶生和鮑Sir先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實國民黨如果真的執政 對於在台灣的香港人 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是否會比現在民進黨好呢 因為他們始終是華人 那個氣度 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 講到YouTube的時候 我覺得很細聲 因為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自卑 誰知道他聽到之後 肅然起勁 突然間對我態度好很多 所以我們做這些KOL 我不會學某一個在台灣之生的那個 是這麼囂張的 他沒有說過《風雲匯》 因為他不敢這樣說 人渣、法西斯、黎將軍 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謂的KOL 其實我都很討厭這三個英文字母 我心想像十年八年前 我這個叫十九這個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他真的很厲害 這條帶給他看到 油翻臉 他沒有油 他就說你老哥非常好 他就說風雲菊做得很好 我說你也是 將來有機會就同台 你會發覺我現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跟天狗吃了兩頓飯 給他感染了磁場 講完就學了 我知道 我和看一個人 我是要看他的優點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手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鍵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匯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 淘結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一至六風雲菊的聲音品 大家的支持一定會令我們更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菊再會